最近女明星真的诠释了越老越有魅力 首先就是41岁的宋慧桥 她的人生每一个十年都会有一部火遍全亚洲的大爆剧 黑暗荣耀 苹果机下垂有法令纹 真的很贴近那个角色 很多人说老我不懂啊 你想一个小时候被霸凌一直活在仇恨中的人 她的脸要有被生活折磨后的那种沧桑 尤其对比她潜伏十级滤镜啊 她传递的情绪真的就更有感染力 虽然看上去老了 但这个就是演员的质感 第二个 60岁的杨子琼 长脸长中庭搭配她高颧骨属于早熟脸 像于飞红莫文蔚都是这样 这种脸的优势就是变老之后她看不出来太大的变化 其实她的魅力不是用漂亮去定义的 而是她身上那种韧劲 在娱乐圈打拼了40年才等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 但这中间啊她从未放弃 所以当她站上领奖台那一刻 才能展现出那种强悍有力量的女性美 第三个 35岁的赵丽颖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圆脸小甜美 现在啊越来越有大女人的那种风范了 风吹万下不磨皮不加滤镜显得周恩很多 所以很多人吐槽她颜值下滑了 但说实话作为一个演员 走红毯你可以比美 演戏更需要的是代入感 如果她盲目追求漂亮磨皮 你们觉得跟许万下这个角色匹配吗 所以总结以上 女明星们展示真实的自己 也在告诉普通女孩 变老没有什么 你真的不需要过分的年龄焦虑 下节课给你们看 我用空无数瓶的抗老好物 温柱我带你提高美唱 我用空无数瓶的抗老好物